好林县警察局预理分局为了维持预理复理 浊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从1月20号起到1月29号 依据辖内交通状况将规划 警力在宜庸色的路段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击查 要全力来维护民众出游的安全 台九县与台三十县与玉长公路衔接路口 交通流量大警方现场疏导让南来北往 东行的交通不打劫 不止这个路口 预理警察局为了维持预理复理 浊西花莲南区三乡镇春节交通顺畅 规划相关勤务 并提醒用路人行进省道等重要路口 务必减速慢行 另外如台九县车流量大十 可行驶花七五县、花一九三县道以及台十一县、花东海岸公路等替代道路 在另外一方面也特别在台九县与花一九三县贴行设置共计十二处的路旁休息区 避免疲劳驾驶事故再次上演 1月20至29日为期十天的春节连续假期即将开始 本分局已规划相关勤务 特别在玉里大桥、台九及台三的县安通部落入口 以及副领农村产中心加派警力确保行车顺畅 而有关酒后驾车、闯红灯以及超速等违规 议会持续取缔 另外提醒有关高僚及轮天的便道已开放通行 也请路过的民众减速慢行 最后本分局预祝各位春节连假期间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今年春节假期长达十天 玉里警分局也严正以待规划编排警力 采取热食、热区、热点等疏导策略 编排交通疏导以及测速稽查 全力维护春节交通的安全与顺畅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